近期有多位政论名嘴 因为批评中国遭到国台办放话严惩 两度被中方下令制裁的准副总统肖美琴 今天是出席资安大会 对此虽然没有发表看法 不过至此时强调 面对严峻的国际情势 应该更加重视资讯的安全 另外吉家接下海基会董事长一职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采 也向中国喊话了 说此举不符合民主做法 就连部分栏尾也认为 一味的打压不会有正面效果的 而肖美琴未来就职之后的警卫室代号 也确定要叫做安平警卫室 警卫室的呼号怎么会决定是安平 有什么意义吗 准副总统肖美琴 未来警卫室称号正式出炉 不是外界预期的战猫 而是亲自拍板安平警卫室 象征自己在台南长大是台南女儿 则是曾被中国二度下令制裁 如今台湾五位名嘴更被国台办放话 要严惩 微笑回首没多回应 肖美琴出席资安大会 强调面对严峻国际情势 资讯安全必须更加注意 确实也面临更比其他国家 还要更多的资安环境上面的挑战 主持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任性 即将接下海集会董事长一职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也向对岸喊话 因为打压无法获得台湾人支持 不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任何做法 伤害了两岸之间的互动 不只是政治人物 不只是名嘴 是连各个领域的民众 随时都会被中共纳入惩戒 国安局要国人小心 各行各业都可能被纳入名单 就连兰尾也坦承 中方惩戒名嘴 不会有正面效果 国台办大新另类文字域 就连我国名嘴都名列其中 更掀起朝野 一致反弹 记者上的流程为台北采访不到